好 花莲的货柜屋星巴克是知名的打卡景点 但传出了3月1号开始新天堂乐园就要停业 因为负责经营的台开集团出现了财务问题 付不出200多位员工下个月的薪水 集团的发言人也出面证实将会停止部分直营店的经营 交错堆叠的白色货柜咖啡厅 还有马赛克风格外墙色彩缤纷 这里是台开集团在花莲打造的知名打卡圣地新天堂乐园 现在就传出台开因为财务问题 即将在3月1号熄灯歇业 是哦 很可惜啊 我们第一次 当然会觉得很可惜啊 因为这个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景点 不只白色货柜搭建的星巴克备受欢迎 新天堂乐园的指标性景点 还有世界最长的旋转滑梯 以及东部第一座IMAX电影院 但就算是礼拜五小周末园区内游客三三两两 生意平日假日营业额差距竟然高达五成 原区内贵位商品琳琅满目 看不出异状 先夜消息来得突然 但员工似乎一头雾水 台开集团发言人证实 发不出200多位员工薪水 但3月1号没有要停业 只有部分指引店停止经营 不过时间表还没确定 目前正请经理人提出相关改善计划 要和委外厂商协调新的合作模式 解放联综合报道